好 我请教一下石板明夫先生 蓬佩奥的1384 一方面回应了美国的大选 一方面这个也是北京 对他出手制裁之后 他的回应 我觉得怎么说 他说这个数字呢 我想当然他有个人的政治野心 但是更重要的我觉得是他认为 美国应该回到川普路线 就是说川普呢认为国家是什么呢 因为美国要再次伟大 美国再次伟大的最大的阻力 最大的敌人就是中国 所以一定要围堵中国 所以说蓬佩奥呢 是整个川普的四年以来 对川普路线最支持的 而且是和川普配合最好的 或者是唯一的官员 剩下的都跟川普闹翻了 包括最后彭斯都有点分道扬镳了 但是所以蓬佩奥他是 可以说他通过这个证明自己 特别是他退任之前的一连串动作 就是说我是一个完全百分之百 贯涉川普路线的人 那么我想继承川普的路线 我作为一个继续扛起抗中的大旗 那么继续抗中呢 可能还有一千多天 我们要继续努力 是这么一个信息 那么怎么说呢 今后下一次四年以后 到底谁能代表 共和党出来选举 这个是还不好说 但是至少蓬佩奥现在的动作 至少川普路线将会 在四年以后 也一定会成为美国大选的 一个主要的议题 那么其实我觉得中国呢 把他指定为这个人民公敌 对他执行制裁的话 这一招呢 可能也是要封杀蓬佩奥 再继续在政治路上走得更远 因为中国把他断定了以后呢 那么虽然有很多 就首先中国对他制裁是 对他本人是基本没有意义的 没有意义就是 他首先就是 他也不在中国做生意 他可能亲属也没有到中国人去留学 那么也没有财产在中国 那所以说其实对他 对他在美国生活 对我们的同志没有影响 但是说中国认为你是一个坏蛋 那我就是不欢迎你 你上台的话 我们就没办法交涉的话 毕竟会影响一些在美国的 比如说经济团体 一些在中国进出的企业 这方面呢 可能就是对 今后 这个蓬佩奥 再继续在政治路上 往前走的话 可能会有一点影响 我想中国可能 现在就开始布局了 这也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呢 中国的外交呢 就是说有 就是老朋友外交嘛 就是只要你任期内对中国好 你说我的老朋友 你退休以后 我给你很多顾问的钱 可以让你中国演讲 给你远接高营 你来中国的话 我可以中国最高领导人 接见你 所以说呢 你回去以后 变成你国内的 就继续保持影响力嘛 他是用这种方法 采用老朋友外交 同时呢 也暂时叫 叫人民公敌外交 就是你对我不好的话 就把你列为人民公敌 我就想尽办法封杀你 其实这种手段呢 是毛泽东时代经常用的 毛泽东时代 选定了很多人民公敌 但是说呢 到了邓小平以后 其实这个就没有了 邓小平的外交的特点 是无敌国外交嘛 不是无敌啊 是无敌国外交 那么所以说呢 现在习近平很明显呢 他是要回到这个 这个毛泽东路线了 所以他继续跟美国 要抗争的一个东西 那么还有一个 我们现在观察 川普的对中路线 虽然不明显 但是很 他的讲话的 各方面的综合分析以来呢 他是要放弃 川普以来的单边主义 就是跟中国单打独斗 对中国进行制裁 一刀一刀 刀刀剑骨的 这种对中政策 他不要做 他要联合所有同盟国 一起和中国商量 一边和平交涉 一边呢 如果中国做得不好的话 我要制裁你 我要大家一起制裁 这种方式呢 其实一个传统的 美国的外交方式 他注定要失败 在中国呢 其实你看中国的 特别习近平啊 过去毛泽东人 喜欢读中国古典 中国的古典 不管三国演义啊 什么水浒传 基本就是一部诈骗史嘛 全是骗子嘛 那个基本上 中国有个三十六计 什么瞒天过海啊 移花接木啊 什么唯未旧照啊 什么美人计连环计 全是骗术嘛 所以他们都天天研究 骗术的这些人 就是说你只要跟他 一交涉你就上当了 那美国人那么 直来直去那么单纯 不可能骗得过中国嘛 而且他一旦联合 大家一起制裁的话 中国呢 是历史上 一直有合纵连横嘛 一直就一个个击破 都有很多办法 所以说呢 美国的民主党 历史上从来呢 他是不是很热心 解决问题 而是非常热心去制造 建造一些解决问题的平台 解决问题的框架 把大家都叫来 我们定期开开会 喝喝酒 吃吃饭 然后呢 就好像问题解决了 就是民主党从来 都用这种解决方法 而不是川普 所以说这样的话呢 就陷入了中国这个拖字决 慢慢慢慢就可以 把它越拖越远 越远的程度了 那么整个在中国呢 我想 但是民主党的这种多边主义 跟这样处理问题 会不会给北京对外的强硬派 一个鼓励 甚至是暗示 鼓励他继续对外的扩张 我觉得其实呢 就是说 等于说现在中国 正好赶上一个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 明年有共产党20大 所以中国现在开始进入 权力斗争的过渡期 在权力过渡之期 就像这次制裁彭培欧的28个人的话 也是很明显 它是在国内要把这些情绪发泄出来 那么一旦中国进入权力过渡期的 它势必对外强硬 这是历史上看的很明显 而且现在中国能当作中国的强硬的对手的 只有美国 你现在对台湾强硬 对东南亚强硬 没有 大家觉得这个底下这些愤青们 小粉红们觉得不过瘾 你选敌手你要选美国 所以说很可能 拜登并不想和中国对立 但是中国就有意的 因为中国马上就 共产党权力斗争一激化的话 他就用各种的 反正他会频频出招 所以说中美的话 有可能川普的时代是川普围攻 中国围守 有可能从今年以后 变成中国 他把自己的民族情绪 发泄到美国去 中国围攻 美国围守的景象也可能出现 那我请教一下石板明夫先生 这两张图事实上是 菅义伟的内阁最近的支持率 主要的原因是 日本疫情恶化之后 它的不满意度就飙高 它的满意度就飙低 那疫情有可能影响到 日本的内阁的稳定 最终影响到西太平洋吗 对 这个是 我好像上个星期的时候 还是将近40% 40%还算比较安全 但是说 马上要跌到20%几的话 基本进入危险水域了 那主要就是说 日本防疫做了很多事情 但是说没有效果 这个是大家对政府 最不相信的办法 就是现在日本已经发布了 紧急状态宣言 大家都不可以 晚上八点以后 餐厅都不能营业了 但是我很多的同事朋友 打电话去 他们的晚上 现在就是有同事下班 要吃饭嘛 就打电话到认识的餐厅 然后从侧门进去 把面子关门了 然后把灯开昏暗 把窗帘拉上 吃饭出来不能大声说话 就是明明吃饭 好像在吸毒一样 但是说就是为什么呢 这些餐厅 他们过去也一直在配合 配合配合 但是配合一年多了 对 完全没有效果 就是说政府说的 这些措施的话 根本每天的数字 都得增加的话 大家都对政府丧失信心了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 其实最重要的 还是奥运会怎么办 现在日本的民调 已经80%人 是认为开不了了 或者干脆就延期 但是日本政府 还是 这是因为可能是 菅义伟内阁 他继续调命的 唯一最后一口气了 如果他承认 他要宣布终止的话 很可能就是说 一下子就垮掉 因为要办 准备了很多年 很多人都投出了很多 付出了很多 而且大家想把这个定位为 就是说 人类战胜病毒的 一场盛会 所以说现在如果终止的话 那就是病毒战胜人类 所以这个也不能接受 在这种情况之下 所以说前不久 好像英国的 昨天英国的媒体就有报 说日本已经决定 不办了 然后日本的 昨天东京都 和这个日本政府 都出来否认 但是说否认也不是很强烈 就是说 所以说呢 我觉得到现在为止 就是日本今后 因为有奥运会在场 他到底今后怎么做 这个经济防疫 各方面的话 其实在有点自负手脚 找不到下一个 就是下一步棋怎么走 是看不清楚 所以说呢 我们也看不到 监狱那个怎么能 恢复支持率的方法 好 我们稍后回来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